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说一下 有两种下载比较常 现在比较流行的我们下载资源的两种 这个工具吧 两个工具 或者是两种方式也好 首先迅雷下载 迅雷是一款非常老牌的工具了 下载工具 它下载内容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迅雷呢 站的空间比较大 把它一打开呢 一般的 比如内存比较小的 四个G八个G的一打开它 你就会发现你的电脑比较卡 但是现在优化的也还挺好的了 很多时候我们下载资源都会用到迅雷 好吧 那我们玩一玩它 那迅雷呢 这个工具 在这网上就搜就行 迅雷 这是它的官网 看见没有 打开官网 在这个地方就有下载 点击下载迅雷 下载迅雷 下载下载之后 就来这安装就可以了 我这之前下载过一个 把它删掉 我看我这装着迅雷没有 好 没有装着 行 打开了 在这下载完了 是不是 刷新一下 好 下载完了 Ctrl C把它拿过来 放到咱们的这个位置来 迅雷上来 然后双击打开它 然后安装即可 点击是 点击同意 这个地方我也换一个目录 我还是老样子 好 然后找到它 找到TOS 找到Sender 好 开始安装 因为这款程序工具比较大 所以安装会稍微慢一点 大家稍等一会儿吧 我们不需要停视频了 应该再有再有几秒应该就搞定了 嗯 怎么不动呢 嗯 怎么不动呢 等它啊 就稍微安装的稍微慢一点 哇 直接蹦到50%了 放60%了 70% 80% 90% 99%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 还得卡一下呢 嗯 好 周边上已经看到迅雷的图标了啊 行 基本上快装完了 好 安装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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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下载资源了 那迅雷下载资源呢 怎么下载呢 有 就是那些资源网站 只要支持迅雷下载的 它都会提供一个迅雷的迅雷 这个软件专用的下载链接 那个链接地址啊 这个他说需要登录一下 你自己可以去注册账号 也可以用微信或者QQ登录好吧 这个我就不注册了 不注册也是可以下载任务的啊 行 这就是它的 这个迅雷的这个主界面啊 工具界面 然后我们去什么呢 比如说之前我们下载过 那个什么 那个 iOS iSO镜像 是不是啊 iSO镜像 我搜一下这个网站啊 稍等啊 卡住了 关掉 好了 然后Ctrl V 把这个网站打开啊 然后我们随便比如说下载一些操作系统吧 温时这个吧 点开它 然后你比如说咱们下载上面这个多版本的相应信息 然后你看哎 这有个链接地址了吗 这就是迅雷的下载地址 下载链接地址 我们管它叫磁力链接好吧 Ctrl C复制一下 你只要复制一下 现在啊 这个你的你的电脑就已经帮你记录在你的什么呀 那个剪切板 剪切板上面了 啊 就是已经咱们现在已经复制这个资源了啊 然后你过来打开迅雷 你只要点它一下 哎 他就开始提示了 看到没有 他提示哎 你刚才复制了这么一个链接 哎 然后他自己识别到这个链接了 是他自己的迅雷的链接 是吧 他就告诉你哎 这个可以下载这个东西 so镜像4.9G一点击下载 哎 就就就开始下载了 看见没有啊 我暂停啊 我不我不下载它了啊 我暂停啊 就让大家看一下就行啊 他说 他说创建任务了 是否开机自己啊 取消 啊 谈谈广告啊 就恶心了啊 好 这就是下载好吧 下载完了你去找找找对应地方去 那个 你看你下载在哪去了 然后去找他他就 就就可以用啊 这就是迅雷下载 再比如说 呃 这是下载iso镜像啊 比如说再下载一些 这个电影啊 电影天堂啊 早些年的时候我经常用这个 电影天堂去下载电影资源来看 啊 电影天堂 稍等好 比如说找一个电影巴黎夜里人吧 点个他 哎呀呀呀 什么 好 再点一下他啊 来这往下拉往下拉 哎看见没有 磁力链 迅雷专用 链 点击啊 你点他 他就复制这链了 下边这个也可以啊 磁力链 你只要复制这个磁力链 Ctrl C 选中他Ctrl C 复制一下 然后来这一点迅雷 你看见没有 他自动就识别到了 看见没有 哎 然后点击下载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了 MKV格式的啊 1.8个G 还是很高清的啊 下载下来你就可以直接看了 好吧 这就是迅雷磁力链接下载资源的这个手法 啊 会用了吗 啊 那迅雷这个我说到这儿 我先停 我看看啊 啊 我就不停是别了 咱们接着说吧 迅雷下载说完之后就是说这个网盘下载啊 网盘呢 有什么百度网盘 阿里网盘啊 这些网盘呢是百度和阿里就是自己开发的两款产品吧 产品就是专门给用户提供的一个存储数据的一个网上的一个空间 啊 那个空间 这个东西百度网盘我觉得咱们应该好多人都不陌生啊 因为老早都大家应该都用它来分享资源保存资源了 是不是啊 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阿里云盘等等啊有好多盘啊 百度网盘的用的比较多 我后面给大家分享资源呢 也基本上都用百度网盘给大家分享啊 比如说我这里面呢 很多这个安全类的工具啊 百度网盘这个东西 不用太多说啊 百度 百度网盘啊 你看百度网盘 八亿人都在用 点击官网 然后啊 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下载去 好吧 啊 别别我这直接登录我的账号了啊 直接登录我的账号了 好 你就可以去下载了 好吧 你自己啊 这不有客户端下载吗 啊 Windows的 安卓的是吧 iOS的 Mark的啊 各个版本的各个不同系统的版本都有啊 点击下载安装 安装完了之后 自己注册个账号 他就给你分配一些空间 你就可以存资源 好吧 然后回头我用百度网盘给你分享的链接 你就可以基于你自己下载的那个百度网盘软件 就可以保存到你的百度网盘里边去了 还可以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都很方便 好吧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应该好多人都比较熟悉啊 行那我关于软件文件下载这块啊 我就说这么多 我先停一下视频